剛剛所做的有七個欄位的公式 在雲端白板裡面其實也可以找得到 像單位,其實就是先MID,再VILO函數 然後中間配合單位其實就是定義名稱 那組別是一樣的,跟剛剛的公式其實還蠻... 再來這個可能比較不一樣,是多一個Value 其實就轉型啦,這個還蠻重要的 而且常發生錯誤 那考核的話呢就是怎麼樣 可以先把資料查,比如說假是幾分 再加上第二個成績 比如說還是假,那就是把成績查出來 那第三個成績的話是A- 所以把A-去查,查完之後先把它加在一起 所以記得前後要加個瓜糊 因為假的沒加瓜糊的話 它會先處理除的部分 因為一定是先計算乘除再計算加減 這個規則的話其實跟數學一樣 OK 然後呢你可以用相加除以3 或者另外一個用什麼,用那個Average 第一個成績逗點,第二個成績逗點,第三個成績 那做出來的結果是一樣的啦 所以兩個方法其實都OK 看哪個方法你覺得比較簡單 那比4的話呢就是這個成績乘0.3 這個成績0.3 這個成績就... 位置好像不對 這個好像有點問題 應該是什麼?應該是這個乘上0.6 這個畫面是不是... 更正一下 應該是... 這個啦,應該是這個 這個I乘上0.3 這個乘上0.7 那沒錯,OK 不過這個框的地方好像框錯了 應該是這個地方才對 應該是框 OK 那... 合計的話呢就是把這個K3乘上0.6 再加上L3乘上0.4 那最後算那個名次就完成了 那如果做完之後的話呢 當然再來我們就要把它撰寫成VBA 那撰寫成VBA其實跟前面做的還蠻類似的 所以我大概run一下 基本上的話呢 我希望呢 剛剛的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那再來就是在旁邊多增加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的話呢就是什麼 把剛剛的公式你不用重做 直接就讓它自己重跑一遍 不然的話你假設每一次都要重新再來過的話 那其實當然很浪費時間 那最後的話清除 我們來run一下 基本上這個地方我先把它清除 然後它就全部把它清空了 OK 那清除完之後的話呢 再來考評 OK 那就把公式呢全部都把它再輸入 OK 不過呢這個地方呢 程式該如何撰寫 那這裡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呢 其實清除比較簡單 清除的話其實就是針對哪些欄呢 b欄 d欄 然後 bde 所以總共會有七個籃位 當然前面我們寫過啦 第一個是4i等於 第幾個 第幾列呢 第3列 OK 然後一直到哪一列呢 cnt向下 到40列 那要做什麼呢 幫我把儲存格裡面的資料清空 所以第一步的話一樣 Video Basic 第二步的話 插入一個模組 按右鍵插入模組之後 然後在這邊先輸入 Sub清除 然後基本上的話 我們就是針對什麼 For i 等於第三列到第四十列 然後要清除的話 就分別針對 B D E 然後K到N 所以這個地方我分別 把這個程式寫出來 然後記得後面的話加上什麼 加上雙以後 這個前面做蠻多的 所以大概比較快的帶過 那只是說有個地方可能要注意 就是向下追蹤 因為Ctrl向下 假如這個員工的數量 有可能變動的話 那你就需要向下追蹤 所以這邊的話 其實是可以再把它改成什麼 40的話 因為現在是40 固定的 固定的 可是如果你今天希望不要固定的話 那你可以 像我剛剛講的 之前講的 就是Range 前刮弧 那當然理論上我們可以從A1開始向下追蹤 不過你會發現這個A1因為是跨欄置中 所以跨欄置中 應該是合併儲存格 其實就是跨欄置中 然後呢 它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你如果要追蹤 它很容易就跳到下一個就停了 Ctrl向下 所以以這個地方來看建議是從A3追蹤 可能會比較保險 因為A3追蹤的話呢 它會移到最下面 所以這邊的話可以把它改成Range A3 後雙引號後刮弧 點什麼呢 END 在前刮弧 向下追蹤 所以有點像Ctrl向下 OK 然後選這一個 後刮弧 那我想知道呢 Ctrl向下之後 你目前停在的是哪一列 停在第40列 所以這邊的話呢 就是點Raw 意思就是說 把那個列號幫我帶回來 Raw的話就列 列的這個資料 其實就指的是40 那一樣的道理 我們就是可以把這一個Range 把它複製 然後貼到哪裡呢 底下的這個 下一個Copy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複製 貼下來之後的話 再來做什麼 把這個雙引號裡面 沒有公式的地方 直接把公式貼過來 其實就OK了 所以我們分別怎麼樣 把這個公式 然後複製 再按取消 記得按取消 再切到這邊之後的話呢 分別把公式填上去 這邊重來 然後這邊的話呢 就好像多了一個縮排 所以按Shift加Tab Shift加Tab的話呢 就是讓它 這邊好像也多了一個縮排 Shift加Tab 然後呢 把公式怎麼樣 先貼上 但是記得 你必須要把什麼呢 A3的3改成I 怎麼知道改哪裡 其實你這邊切就知道了 切這一個B3再切B4 只要會有變動的地方 就是我們要把它改成I 改成I的話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移到中間 加一個I就可以了 那至於為什麼前面有解釋過了 所以如果假設還是不太懂的同學 可以把前面的這個影片 稍微再看一下 複習一下 這個的話就是D欄 把它複製一下 取消 然後把它貼上 那改的地方 這邊也是A3改成 所以拿上面這個 雙引號到雙引號 複製一下 把它在A3的3貼上 OK 好 那一樣的方式 就是把其他欄 一個一個把它完成 這邊的話Ctrl C 把它取消之後 切過來到這邊 切上 那這邊的A3的話 一樣雙引號到雙引號 複製一下 把這個3貼一下 OK 然後再來的話 就這一個欄 這個欄的話 一樣Ctrl C 然後取消 點一下下一個吧 所以你會發現 好像會變得剛好 就是那個 三個資料 OK 所以把這個 這個 這個地方可能要改三次 F3變成雙引號到雙引號 把它串成一個I 串在中間 F欄 然後再來就是G欄 所以把3選起來 貼上 再來的話 再來的話 就是H3 基本上這樣就完工 剩下來就是什麼 L M N L L在這個地方 然後把公司複製 記得貼到這邊來 我們先貼好了 貼完再一次再改好了 這個RANG 點EQ 把它貼上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 不過呢 這邊記得 一樣 雙引號到雙引號 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記得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只要會變動列的位置 貼上 那這邊一樣 把它貼上 I3跟J3 然後再來就K3 L3 然後RANG.EQ M 好 那理論上應該這樣就OK了 來試試看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理論上清除完之後 就可以把公式呢 再全部輸出 結果一不一樣 也是一樣 所以呢 好處就是說 你下一次 只要資料更新 那你就直接按一下按鈕 那問題就解決了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